每個月來京的時候,會不會情緒有影響呢? 有的有的 例如是怎樣? 氣憤一點,經常不開心 經常不懂得怎樣,不懂得說什麼 你先生會不會有什麼方法來處理呢? 這些嗎?他不會理你的 無緣無故你都不知道做什麼 那他們會怎樣? 那我會罵她 叫她休息 最好是演 有人說發脾氣是女影的天性 原因除了是希望有男士們照顧 有一個可能是因為生理上的周期性失控 醫學界稱之為經前症候群 很多女性在月經來之前 身體和情緒都會出現變化 根據醫學界統計 過半數有月經的女性都患有經前症候群 而當中50%的病患者 是介乎年齡30至40歲 而年輕的女性也有可能 除此之外 日常生活要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以及適當的休息 飲食就要均衡 而在經前也都應該注意一下飲食習慣 在經前症候群期間 食物的選擇最好以清淡為主 大家不妨試下以下的餐單 早餐就有鮮奶 雞蛋蜜皮 當中蜜皮含有豐富的維他命B6 對於控制情緒的工作 午餐可以嘗試 吞奶魚焗豆三文治 豆類含有大量的纖維 再加上一杯鮮橙汁 就可以減輕經前身體出現的水腫情況 晚餐有金菇牛肉 清炒荷蘭豆 和清蒸魚味 再鬆飯吃 飯後可以食一些 甲質豐富利料的水果 可以減輕身體的腫脹不適 另外有三類食物 在經前就要盡量解釋 好像女士們最喜歡吃的 朱古力和糖 而第二類就是咖啡和茶 因為高糖分和咖啡因 是會引致到情緒不穩定 而第三類就是減少鹽分的吸收 因為太多的鹽分 是會引致到身體出現水腫的